上一回啊,咱们讲到嘉敬皇帝驾崩之后,徐杰借着李遗诏的机会,把张居正争取到了自己的这一边,使得张居正呢,跟自己能够结为同盟,并且凭借着这封遗诏,使得自己的威望达到了顶点,权势也如日中天,高拱的气焰也被打压了下去。 那么咱们还讲到,在嘉敬皇帝驾崩一天之后,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敬皇帝的死讯,他们商量了一下,就开始分配工作,买菜的买菜,买肉的买肉,大伙啊,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,然后呢,邀请老李的一位犯人吃饭。 这犯人是谁呀?他就是海瑞。自从骂完皇帝,这海瑞先生的名气,那是一天打过一天,无数的官员都把他当做榜样,有些个老百姓甚至还把他的像挂在家里,早晚都拜上一拜,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。 现在呢,嘉敬皇帝死了,新皇帝登基以后,肯定是大赦天下,以海瑞的名头,自然会被无罪开示,加官禁绝。 看守们也想求个进步,于是乎就打算投个鸡,这会儿请海大人吃一顿,将来也好有个照应啊。 哎,这个饭菜送到了牢房里,海瑞一看,哇,这怎么了这是,啊,有鱼有肉,再一算,太上老君的生日,不对啊,这还差得远着呢,我自己的生日,更不靠谱了,根本就没到啊。 哦,海瑞一作吗,明白了,这是断头饭。 什么叫断头饭啊?哎,这个所谓断头饭,就是杀头之前给你吃的这个饭,一般来说呀,还都不错。 咱们中国人讲仁义,坚决不给阎王爷增加负担,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上那去报道去。 当然了,这顿饭,一般人他都吃不下去,那你想啊,马上都要杀头了,那得是多大的心理压力啊,还能吃饭。 哎,可是搁在这个海瑞身上,那可就两说了,海大人二话不说,提起筷子啊,抱起碗,狼吞虎咽,吃完了,哎,再给我盛一碗。 好嘛,等到这盘子光流的能照出人影来的时候,海瑞终于吃饱了。 吃完了之后呢,他往这牢房的地上一坐,看着看守,那意思是,啊,我吃完了,你们怎么着啊,动手吧。 看守被海瑞那种找死的眼神,看得直发毛,于是就小心翼翼的对他说,海大人,海先生,您还不知道吧,皇上已经驾崩了,您很快就能出去了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当中,堪称史上之奇观。 怎么呢,在听完了这个看守的这句话之后,说皇上驾崩了,海瑞呆了一会儿,然后突然是嚎啕大哭啊,哭的那叫撕心裂肺,哭到喘不过气来,然后就开始吐,先吐这顿吃的,再吐上顿吃的,最后是黄胆水都吐出来了。 看守都呆了,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啊,这海大人怎么了,突然怎么变成这样呢? 吓的是魂不附体,紧紧的贴着墙壁,一动也不敢动。 那海瑞可是真哭啊,嘉靖皇帝死了,他真伤心,说起来啊,真有点讽刺意味,嘉靖信任严松,信任徐杰,给了他们高官厚禄。 结果呢,一个把他当工具,一个把他当傀儡,唯一为他的死而感到非常悲哀的人。 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,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海大人,哎,嘉靖皇帝真是如此的孤独啊。 而对于海瑞的这一表现,大致呢,有这么两种不同的评价,捧他的人呢,刻意回避,压根不提,骂他的人,说他这是愚昧和盲从的集中体现。 说到这儿啊,说点题外话,我记得在小时候,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,说月全传,写岳飞的,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。 我记得那会儿,在这个每一本的连环画的前沿部分,都会介绍本集的故事梗概,但是不论是哪一集啊,这个前沿,下边都会有这样一句话, 说,请读者注意,岳飞的行为是封建中军思想的体现,应该予以批判。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,这是一句脱离了历史的话。 您想想,那封建社会嘛,也没有那么多民主的制度,民主的措施,除非你自立门户,要不然你除了中军,你还能中谁啊,对不对? 在封建时代,就做封建时代的事,说封建时代的话,别指望着人能有那么高的觉悟,像现在似的啊,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。 海瑞啊,没有看过孟德斯丘和卢梭的书,家庆皇帝活着的时候,海瑞骂他,那是尽本分。 家庆皇帝死了,海瑞哭他,那也是尽本分啊,本分,本分而已。 当然了,海瑞海大人虽然哭得非常伤心,非常的难受,但是呢,却是哭不死的,哭完了还得继续活呀。 不出看守们所料,海瑞很快就被释放了,几年之后,他将再次出山,并闹出更大的事情。 在十天之后,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家庆皇帝的死讯,这其中也包括湖广齐州的一个平民。 对于这个消息,他表现得十分平静,因为在十几年前,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家境的时候,就已经料定,这位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。 他无奈的摇了摇头,然后回到了简陋的小屋里,继续写他的那本书。 三十多年前,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,他曾经三次参加相识。 不过,运气太不好了,总是考不上,于是一气之下,他就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。 虽说这明论孙姗是一件悲痛的事情,但是这个人的落榜,实在是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去庆祝。 为什么呢?因为他的名字呀,叫李时珍。 事实上,李时珍原本并不想当医生,因为他的父亲虽然是当地的名医,家里头呢,也有点银子。 但是在那个年头,四书五经才被认为是正道,医学那算是杂学呀,那么行医的这个医生也就是杂人了。 杂人自然是不受待劲的,你有钱又怎么样啊,就是瞧不起你。 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对他是千叮咛万嘱咐,说孩子,将来你可千万不能够从医。 这李时珍呢,也是一听话的好孩子,好好学习,想着考上秀才,然后再考个举人什么的。 但他就是考不上,你说有什么办法呀? 更为麻烦的是,二十岁的时候,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,是百般折腾,死去活来。 最后呢,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。 于是,不久之后,久病出狱的李时珍找到了父亲,他只对父亲说了一句话。 爹呀,我不考了,您把这医术传给我。 他父亲想了半天,哎,看来呀,也只能这样了。 于是,就点头同意了,哎,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,不想再让别人去承受。 但我看来,这大致就是李时珍当初开始行医的动机。 哎,虽说读书不在行嘛,但是摆弄药材,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,还得多少有点遗传。 而且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见过的怪病,疑难杂症是越来越多,这个经验呢,也就越来越丰富。 望闻问切,是吧,医术也是越来越高。 这么看来,现在医院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堂门诊,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边打苍蝇,这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。 医术如何,暂且不说,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。 但李时珍,他这个行医还有着他自己的特点,他给穷人看病,一点费用都不收,所有的什么成本全免,只求救人,不计成本。 行医十几年都是这样,李时珍就这么坚持了下来,他的积蓄是越来越少, 但名声却越来越大,大家都知道,有一李时珍,李大夫,那是玄乎济世啊。 于是,到了家境三十年,也就是1551年的时候,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场重大变化。 在这一年,来了几个人,找着他了,啊,您就是李时珍,李大夫,啊,正式在下,得,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干嘛去啊?这些人十分客气的把他请到了楚王府,希望他能够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。 这李时珍一琢磨,在这楚王府里头能吃饱了饭,啊,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,哎,这不错。 于是呢,他就答应了,在楚王府,李时珍,那干的是相当不错,治好了好多的人,被称为神医,名震天下呀。 俗话说,这好东西,人人都想要啊,尤其是像家境这样的人,啊,一听说,这个,啊,天下有什么好东西,我是皇上啊,我当然得先据为己有啊。 所以,他在听说李时珍的这个大名之后,就告诉楚王,说,你啊,楚王,你去另外再找医生去吧,啊,把现在这个给我送来。 就这样,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,并且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,嘉境皇帝。 其实啊,能够进入太医院,李时珍还是很高兴的,你想,能做到太医,这也算是医生当中的成功人士了,不得意一下,实在也是说不过去的。 但是没多久,这李时珍呀,就想走了。 为什么呢? 具体原因呢,并不像很多书上所说的,什么啊,极恶如仇啊,厌恶庸医啊等等。 李时珍又不是海瑞,走南闯鬼混了这么多年,场面上的事情呢,还是过得去的。 他之所以要走,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。 那位说了,这李时珍那不是神医吗?啊,这怎么还力不从心呢? 是,在那个年头,像李时珍这样的医生啊,只要不是碰上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,他基本上都能够搞定。 可问题在于,他那位唯一的病人,嘉靖皇帝,那是没病找病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嘉靖皇帝身体其实挺好的,只要能够坚持锻炼身体,每天早上跑跑步,打打太极拳什么的,啊,活个七八十岁,那应该不成问题。 可是,他了人家的这个目标过于远大了,啊,七八十,那算什么呀? 我至少得活个七百八百,那才够本呢? 于是,他就开始没事找抽了,啊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的,吃那些重金属和水银,还美其名曰金丹。 李时珍倒是劝过他,也想帮他,可是毫无作用,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听。 这实在就怪不得李时珍了,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,啊,嘉靖先生弄的那一套,那应该算是有机化学。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嘛,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,那只能是爱莫能助了。 这太医院呢,别的没有,医书和药材,那是相当的丰富,全国各地的都集中到皇宫里了。 于是,嘉靖接着嗑他的药,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,直到有一天,他认为自己在这儿已经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了,于是就打起背包,收拾资料,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无限向往的地方,不当太医了。 嘉靖三十一年,李时珍回到了民间,这一年呢,他三十五岁,已经见过最穷的贫民,也见过最富的天子,看到过寒酸的毛舍,也走过金乱大殿。 人世间的富贵,极苦,他已经了然于胸。 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,他的父亲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致死的,在表示哀悼的同时,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,得了感冒,开给你几剂披霜,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 没办法,但中国地大物博,药材植物也多,到底哪一种东西治什么病,那会儿可能还没有人能够搞得太清楚了。 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,也只有阎王爷才能数得清楚。 一往昔,他此起彼伏,于是李时珍就决定写一本书,他要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,以及正确使用方法的书。 这本书,名字就叫做《本草纲目》。 那么李时珍决定了要写《本草纲目》之后,从家境31年,也就是1552年起,他就开始写。 要知道,这一书不是小说,你不但得写出这个药用植物的形状,外貌,还要详细的描述它的特点和疗效。 想要坐在家里胡编乱造,那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。 所以,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,李时珍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,那是一种奇特而艰苦的生活。 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,这个时候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,来找他看病的人,那是络绎不绝。 医术咱且不说,想想当初这人给皇帝都好过慢,那就是御医啊,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,那也够吹个三五十年呢。 名声大了,收入自然也就高了,李时珍就算是闭着眼睛浩迈,混个百万富翁,也绝对不成问题。 可是呢,他却默默的收拾行囊,开始远行,足迹踏遍了全国十三个省,无论是名山大川,还是悬崖峭壁,凡是有药材的地方,就有他的踪影。 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,他曾经亲自品尝过许多种的药材植物,好几次都差点植物中毒,一命呜呼。 为了写这本《本草纲目》,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一个流浪汉,他居无定所,风餐露宿,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,放弃了宽敞的诊所,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。 但他依然执着地写了下去,那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。 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,经历二十六年,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,尝遍了无数的植物药材,查遍了世上的所有医书,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著作。 《本草纲目》成书的时候,共计十六部,五十余卷,全书记载药物,一千九百余种,还详细的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,制作,特性,治疗病症,并且全部附有手绘插图。 真是让人佩服啊,李医生的这个画工,那也是相当的精湛。 除此之外,这本书里头还收入了经检验有效的方计,一万一千多则。 李时珍在万历二十一年,也就是一五九三年去世,他没有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出版。 三年之后,也就是一五九六年,《本草纲目》正式印刷发行,很快就脱销了,并且迅速的传入了日本、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。 几十年之后,又传入了欧洲、北美,并为翻译成了几十种文字,成为了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。 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了嘉靖、徐杰、张居正,而成为了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的科学家。 而对于《本草纲目》的意义,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。 我们只要知道,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,直到现在仍然还在继续,这就够了。 说到这儿,咱们还是得提提鲁迅先生。 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以外,他自己也当过医生。 当然了,之后他又不干了,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,我这就不多说了。 他觉得一人无用,启发民智才是正道。 对于这个判断,自然不能说错呀,但凑巧的是,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。 说在很久很久以前,一般给小孩讲故事都是这么开场的,到底有多久,实在我也记不清楚了。 有一个医生,很久很久以前,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,很多人都找他看病。 当时恰逢战乱,双方打的是你死我活呀。 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了。 他是来者不拒,悉心照料他们,很快康复。 很快的呀,他就惊奇的发现,原先治好了伤的人,又复伤了,还是来找他。 没办法,战争年代,刀剑无眼,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复伤啊,您受累吧。 看来呀,这场仗打的时间还挺长,不断的有新伤员来找他。 但是让人高兴的是,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,那可不,战死了就不用再治疗了。 如此的周而复始,这医生最终崩溃了。 心想,你说我治好了他们,他们又去打仗,然后又复伤,我再去医治,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呀? 于是他丢掉了药箱,远离了诊所,跑到山区隐居起来了。 但是没过多久,人们惊奇的发现,这位医生又回到了他的诊所,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。 于是有人就问他了,哎,你为什么又回来给这些人治伤了呢? 这医生笑着回答说,我呀,隐居的这几天我想清楚了,我为什么要给这些人治病? 我本来就是个医生啊,我管治好了他们打不打去呢? 我的这个天职,那就是救死扶伤。 哎,这就是我最终的答案。 无论徐杰是否斗到了严松,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,这都不关李时珍的事情。 李时珍只是一个医生,他知道生命很珍贵,也很柔弱。 作为一个医生,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。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,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,历经困苦三十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。 可以说,李时珍是伟大的,他的作品也是伟大的。 然而在同一时期,还有更多的和李时珍及其作品一样伟大的人物和作品出现。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